从百味楼里发出的那封电报 里面一定提及了哈尔滨 小全清只掌握了这一点 所以 他才会在我们的必经之路 长河沟的关卡设复 有道理 他不是小鬼子的人 又能使用电台 再加上之前少校 或多或少对他的描述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谭卓如 他一定是国府的人 他这一路上跟着咱们 是想找机会节奏安纳 这家账相馆是我一个朋友开的 很安全 他人呢 一会儿就来了 胶卷带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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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酶卷带了吗 胶卷带了吗 两件事 别忙即 感谢观看 在陈上呢 坐下休息一会儿 等老板来 按照计划 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到街头地点了 魁萨 非常感谢 这次 你立了大功 应该的 应该的 大总 魁萨 是在线索吗 没有搜到钢丝 我们的人正在继续搜索 我就不信他们能带着潘大海 凭空消失 您是说潘大海吗 对 我知道他在哪儿 快说 快说 不过您看 要多少 一千哪呀 啥 有点不错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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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搜索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我在门口的时候 闻到一股胶味 我进去之后 发现他们在烧东西 不过已经烧光了 应该是西服之类的东西 这就对了 他们是搬走我们 带走他潘大海 所以戏演完了 西服得处理掉 刘处长 在 我和维萨去对付云雀 你和郭桑 带着一帮人马 去切合集团 维讲钢次 是 丽萨 这次我到加木斯 有很大的收获 很荣幸能帮上您的忙 怪不得 每次你不在的时候 他都像变了一个人 果敢 机智 这么说 那包药 肯定是他换的 没错 还有 安娜把胶卷留下了 她明明怀疑谭卓如 那为什么要跟她走呢 这事说起来怪我 哥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潘大海 是死于青化甲中毒 安娜身上 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东西 刚才是我说的话太重了 让她伤了心 谭卓如 见我们之间生了嫌隙 便皆急怂恿她离开 安娜肯跟她走 是想用事实向我证明 这件事情 是谭卓如干的 不知都什么节骨眼上了 还用事实证明 那直接跟你讲清楚不就行了吗 要是什么事都能用嘴说清楚 那当年卢家屯的兄弟姐妹们 也不至于运航魔那么久 现在全城都被封锁了 他们肯定住不去 谭卓如敢在这个时候 带走安娜 她一定是有什么门道 或许 还有人接应 大总 一会儿行动起来 还希望你不要暴露我的身体 你是担心事情暴露之后 贵极官会派特务去杀你 谁吗 有大的回报才有大的风险 主要是 我还是想留着身份 给黄金继续小力的 放心吧 薇萨 我知道该怎么做 前面那个照相馆 就是我们昨天约定的地方 前面那个照相馆 那好吧 薇萨 那我们按计划行事 明白了 没想到 在加姆斯也有你的朋友啊 你没想到的多了去了 是啊 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 你的真实身份 你没想到的多了去了 是啊 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 你的真实身份 我知道 你还要不及哦 那一个陆军人 这是обic 这効湘的重点 什么 肯定真是 真的 你就方 前面 temples 先说说你们车里的事吧 好 请坐 明天日本人有一批出城的货车 你们跟着车混出去 运的是什么货 都是他们从各地搜刮来的 不义之菜 所以他们心里很清楚 这批货见不得过 这批货现在在哪儿 三号三号 你也不走了 咱们赶快走吧 好 我不走 我走了 文龙和他们怎么办 还犯傻呢 这一路下来 文龙早就已经在关东军那儿挂上号了 你跟着他指挥更危险 安娜小姐 你放心 我肯定安全把你送到二面 谭小姐啊 谭小姐 没想到 大家这一路上对你百般照顾 而你却这么自私 背信弃义 不过是各位齐主罢了 我的任务 就是要保护你的安全 行了 收起你的好意吧 对于我而言 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文龙阁身边 那既然这样 只有得罪了 放开我 我不会赶紧拿走的 放手